有人叫帕帕 他想问小米的前景 他没有货的 他说你怎样看呢 值不值得及纳 好像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只股份 手机设备股的前排是弱点 近两三个交易 都开始表现好一点 除了小米之外 如果你看回信誉 股价的股价状况也比较好 如果你说小米来说 我相信会去到12-12.5元之间 这些水平才会偏向助力 现在暂时去看的时候 我相信仍然会有上升的空间 当然始终需要一些 消费股的国策配合的时候 才可以带动得到 小米有一个比较强势的表现 所以如果比较上 防守性高点的位置来吸纳 看看有没有机会在11.2-11.5元之间 才考虑吸纳 而且始终小米的业绩 是普通的 即是第一季公布的业绩 而且市场也有一个忧虑 疫情当中 手机的需求比较上是因切 可能那段时间已经很多消费者换了手机了 短期内是否有这么大意欲会换手机 这就会有一个疑问 另一个方面 造车在短期内也不会是成事的了 其实集团也有说到 即是快的话 也要是明年才会有一个投产 所以暂时一些利好消息 就比较缺乏一些 所以那个股价可能倾向 都是跟随着大市表现来发展 暂时才会 Auc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